外传有高中发放青年扶勤同意书 引发家长担心是要动员参战 而教育部长郑英耀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致歉 并且重申 按照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过去高中生就会编组 台风、地震发生的时候协助避难 引导等勤募 不会让年轻学子上阵场 两岸关系紧张 高中职收到青年扶勤同意书 要发给学生 多位国民党立委在立院教委会直言 引起家长恐慌 是否要动员参战 这一次是国防部主动还是教育部 教育部是根据去年这一个的公文 然后这一个今年通知 所以今年是教育部主动喊文的 跟国防部没有关系 这无关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现在在做动员跟造册 现在在做造册 我想我们过去跟委员报告 过去我们事实上就是 由学校来自己做分组 教育部长郑英要解释 以往高中职以上学校 授权学校自行编组 但基于尊重学生意愿 一百一十三年度才有意愿调查 十八岁以上自己决定 十八岁以下需家长同意 目的是台风地震发生时 协助避难引导等勤务 为调查引起家长恐慌致歉 郑英要也说不会让年轻学子上战场 但台湾地震和台风频繁 学校空间相对宽广 需要让学校成为支持 整个社区与防灾避难的地点 记者林小慧林志坚台北报导